三位就业 您的菜 来 慢用啊 来 我给您倒上 您慢用 客官 想吃点什么 给我一盘羊肉吧 好嘞 各位军爷 笑笑心意啊 你倒挺懂事的嘛 哪儿来的 不瞒各位军爷 小的有一个堂兄 换做牛阿妩 在幼州军中吃饷 不知各位军爷可认得 这你们可曾听说 这营中确实有几位姓牛的弟兄 只是不清楚是不是航武 看你小子这么有孝心的份上 劝你一句 你这当兵的兄弟啊 不投也罢 正你寻个庞子出路吧 此话怎讲 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 在这里吃军饷 怕是过不了多久 你这脑袋也保不住喽 说话小心点 别吃醉了就胡言乱语 这要是被有心的人听到 当心你的脑袋 对 多谢各位大哥的救命之恩啊 可是这幽州城是我朝重镇 如此津津有条 哪至于此啊 初四内侍之后 都督便闭门不出了 这别地的将领 都赶着上表为贺 入京数职呢 可咱们这位倒好 谁的面子都不给 闭门不出 足足已经七天了 这回头太子要是怪罪下来 闭门不出 那卢江王怕是要背 连累我们幽州蜀军 全部都丢了性命 话说啊 咱们那王将军 你卢江王还是殷勤呢 一条身上的蚂蚱 到时候难免也会背 杀了呀 得过且过吧 来 喝酒 喝酒 没什么的礼物 竟是个有情有义 有骨气之恩 那就好吧 多谢各位大哥指条明路 那你们慢慢吃 小的先走了 小的先走了 咱们快儿吃了 这就是小的 妹妹 你不需要 我去吃蛮的 就不需要 你就吃蛮的 都不需要 你都没一个 你还行 很幼儿的 优惯 你刚说 这就是一座 年轻人 来 天真 我出发 可与你质问相当啊 我不愿与你为敌 大可不必处处相继 这些都是朝廷赏赐的礼物 路上不要颠簸 小心点 起车 是 是 说一个可 这铁矿石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军爷 我们呢 从北边贩货 也是偶然得到了这批铁矿石 我们主子说 卖给铁匠铺 说是能卖个好价钱啊 您这么一弄 我回去是要没命的呀 军爷 如此上乘的铁矿 也做寻常农具 这岂不是暴殿天物吗 小兄弟 你还能弄到这些铁矿吗 我 私犯铁矿乃是重罪 拉下去砍喽 别别别 别别别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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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爷 您看 您要多少合适啊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那 那我得回去 跟我主子打个商量不是 小兄弟 你给我记住了 我要两千袋 今晚把货备齐了以后 找人通报我一声 城外草屋前 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好 别跟我耍什么花样 不然不然你跟你这些小伙计们 他一个都活不了 军爷 军爷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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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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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一队弓弩手先行前往 就埋伏在草弩附近 到时候我让他人和祸 一个都跑不掉 是 怎么是你啊 十四郎莫非是割舍不了在下 一路追着来的 想太多了 你怎么没说你是要来幽州谈生意的 你也没问啊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有一些私事 来都督府处理私事 看来十四郎果然非副己归 瞎说什么了 我出来乍到出来转一转不行啊 我直接要回客栈了 巧了 我也要回住所 那便同行一段吧 看来 太好了 借花儿伞咧 花儿伞 借花儿伞 借花儿伞 阿准 保重 获会有期 请 请 看来我与十四郎缘分匪浅 不得不再同行一段 那还真巧啊 来 扇子 看一看吧 十四郎住在此地 阿准也住在这儿 十四郎不回房吗 你先回 你该不会以为 我们还会住同一间房吧 特勤回来了 特勤 何事这么开心啊 有吗 有啊 咱特勤哪 可是难得一笑的人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特勤 你不提他还好 你提他围肚子气 要不是怕坏了你的事 我肯定纵得姓王的一顿 你猜怎么着 他要咱们两千弹铁矿石 好大的胃口 两千弹铁矿石 咱也拿不出来啊 怎么办啊 特勤 不办 不办 特勤 perquè我肯定从前来 要先把我带来 你不努力 你只能不能买 你只能不买 趴来 长官 你少两千天 只能买 使用 很蛇 不过倒是有些收获 阿栋 你去帮我找些纸墨来